在立委蔡世映和市議員張秉君、宋維麗以及莊敬盛一起爭取下由泰勒客運經營 從中山區大慶大城社區出發 經台北市行天宮到自來水處 新增加的1550B及1550C縣客運 9月14號順利開通 基隆市議員張秉君特地和中和里長蘇彩雪 以及和慶里長李詹琦一起搭乘首發車 關心乘客的感受 很感謝張秉君議員、蔡世映律法委員 還有莊議員、張秉君議員、宋維麗議員 三位議員及蔡世映律法委員 爭取蔡勒還有一兩公司在我們這邊 中和里這一代這家行駛 讓我們的居民能夠有備利的上班的時間 謝謝 要增開太熱1550BC到我們大甘寧 能夠讓我們所有住戶里民的權益 我們當里長的理所當然要熱見騎乘 搭乘首發車的乘客希望中山區直達台北的客運車輛 當然是越多越好 市議員張秉君強調會蒐集乘客和通勤族的意見 作為協調改進1550B及1550C線發車班次時間和停靠點的基礎 這一個路線可以提供我們中山區的居民相當大的交通的便捷 未來除了解決通勤族、通學族的通勤問題以外 更可以藉由快捷公車來讓我們中山區的發展變得更好 而這一條路線是由我們大新大城發車 然後沿途有經過我們的行天宮、中江路、新生路直達到自愛水公司 那一天有54個班次 也歡迎所有的民眾有任何的建議隨時能告知秉君 我們一定會來隨時的滾動式檢討 提供更方便的快捷公車給大家搭乘 張秉君也希望1550B和西線的開通 除了改善中山區通勤族的需求 也能夠有效載運台北來的遊客 到基隆中山區帶動當地觀光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翻譯下來 化學員 靠道 你 這麼說 感谢观看